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了很多的进步 有很多方面都有很多的改善 但是我们总统的麻烦从他开始竞选开始到今天依然是不断的 其中俄罗斯门就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事项 到底穆勒的报告和目前起诉的这些人 与我们总统有没有关系 或者说对我们总统未来的执政会有什么影响 乃至会不会有人想说的 我们总统会不会因此而下台呢 今天我们邀请我们时事政治评论员 也是大家熟悉的南加州知名的律师何维尼斯 今天我们请何律师来呢 为大家聊一聊俄罗斯门 聊一聊对Donald Trump总统执政的影响 何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何律师这一次呢 现在呢 穆勒的报告虽然还没有最后的拿出来 但是他第一波已经开始实时的迈出了第一步了 也就是说他开始对涉案的一些人开始进行约谈和起诉了 问题是这样 大家其实认为说这些人更多的人都是他竞选期间的干事啊 前这个干事长啊 到底跟我们总统现在的执政 或者说总统有没有牵扯到此中 到底有没有关系 这个呢是穆勒他整个调查的最终的一个目标 对 那现在呢穆勒的这个报告呢 已经出了第一放了第一波炸弹了 没错 那至于说这个最后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怎么样 那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但是就目前放了这第一炮响炮来说 这三个人在当年 就是在去年这个Donald Trump他的竞选团队中 还是站了从高到低吧 还是站了不同等次的这个分量的 你从第一个人来说 就是这个Paul Manford 他从2016年的6月到8月 他曾任担任这个川普竞选团队的一个经理 那可以想见他的这个位置 在这个竞选团队中 那还是举足轻重的 起码当然知道内情的人 对 那所以说如果 当然了现在这个这个Manford 他对所有的指证 所有的指控我都是 No guilty 我无罪我无罪 全部的否定 但是我们就要看这个事件 检察官怎么去取证 然后呢这个案情的发展 但是他现在 他被控的九条这个罪状里面 你看九条里面 他有这个 Conspiracy against US 就是阴谋反对美国 然后呢还有一个 Conspiracy money laundry 就是这个洗钱 另外还有几条就是 他在为那个UK的这个 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政府在美国的 他是一个agent 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和经纪人 他没有到美国政府去登记 那在这个期间 他是他收了那个乌克兰政府 给他的大笔大笔的钱 据这个CNN的报道说 他在这个期间 他收了这个乌克兰政府 给他的大概1800万美金的 这样的一个费用 他没有及时上报联邦政府 也没有去register 那所以这些罪状 如果一旦成立 那对他这个man4来说 本身那个职业生涯 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震撼 这里我插一句 这里面呢 美国法律是允许美国公民 为外国的政府 作为一个lobby也好 宣传也好 是允许他去做的 但是你必须得登记注册 该付的税务一定要付 所以呢他所做的 这个man4的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说他隐匿了这一条 对吧 对 然后你再看他第二个问题 就是从这些指证上你来看 你看muller的 他这样一个调查的内容 和广度和深度 是超出我们开始想象的 我们原来就以为 这个muller他所针对的 就是2016年 在整个竞选团队中 是否与俄罗斯有通门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现在你看他 从他指控的这个man4 他的前任 川普的前任 这个竞选经理来看 他的tax return 他的报税表 十年以后了 没错 远远的十年以后 然后就是从那个 经济犯罪的角度 来抓住他 然后抓着他不放 正如这个muller 他们办公室的一位 没有透露信赖的 这样的一个da 他说过 我们通过这三个人 尤其是对这三个人 就像一个road map 就像一个地图一样的 我们顺藤摸瓜 他有可能就摸到上面那个大头 当然现在这个头是谁 我们不知道 有没有可能最后让川普总统 也陷入其中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 而且这个manford呢 又有一点要跟大家提醒 他当川普发现 他有问题的时候 不论是出于止血 还是出于这个止损 他被犯了 还没有做到这个选举那一天 他就被提前就被解雇了 就说这个 这得感谢Steve Bennett Steve Bennett发现这个问题以后 提醒了这个Donald Trump 所以Donald Trump就 因为这个人应该说 从政治背景上来讲 他在美国的这个lobby也好 或者说政治圈里面 是有点人脉的 而且他也有一定的经验 所以他是 其实他是毛遂自荐 到Donald Trump的竞选团队去说 我来帮你 当然了 后来也有人说 他是因为个人遇到了一些财务困难 或者遇到了一些信誉困难 所以他想通过这样一个团队 洗一洗自己的身份 洗一怎么样 但是问题在这儿 就像刚才何律师讲的 无论是从他的财政情况 还是从他的政治的倾向也好 甚至他跟乌克兰的关系也好 就说这些越来越多的资料 汇总在一起的时候 就能不能形成一个结论 和Donald Trump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和俄罗斯 同俄罗斯门有没有关系 除了他之外 其他两个人是什么人 除了他之外 我们还有第二个 第二个他是叫做Rick Gates Rick Gates他是曼福尔以前的 这样一个business partner 就是一个生意伙伴 在曼福尔加入了 2016年6月加入了川普的竞选团队以后 Rick Gates作为他常年的一个生意伙伴 也就自然的加入了 那现在他在这个 他们两个人 现在在这个12这个指控里面 大概8个9个 其实都是很像的 那就是基本上这个曼福尔 他被指控的 那这个Rick Gates 也被指控了 有两个人是 按照我们的俗话 就是说穿同一条裤子的 在一个船上 所以如果是说这个曼福尔的 他也被指控 那么Rick Gates也被指控 然后证明你的罪行成立的话 那这两个人可能要面临的这个监牢之灾 那也会很长 那没错 而且这个 而且他们想来现在牵手的问题 不仅仅是俄罗斯门的问题 包括他个人的财政财务问题 甚至这个 也是欺诈问题 洗钱在美国是个重罪 是 其实第三个人更有兴趣 第三个人呢 叫做那个George Papadopoulos 这个人呢 他在 他是 他只是在那位川普团队呢 服务了大概11个月 他在期间呢 他做的是那个 Foreign Policy Advisor 就是国外政策的一个 一个 顾问 对 一个顾问 那他的级别 当然不如像这个曼福尔 和这个Rick Gates那么高 但是呢 他在这个中间起到的一个 这个Leon Z的一个作用 他非常积极的 积极的主动的 和俄罗斯的一些官员进行联系 然后在这个调查期间 我们的媒体 当然不是从那个Muller 他们办公室释放出来的信息 也是一个Leak出来的信息 Leak给那个媒体 就是说 他在他 Plaid Guilty的 他已经认罪了 对 他已经认罪了 他就已经和联邦政府达成了一些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权情的 这样的一些协议 那在他透露的这个 在我们现在媒体知道的 这些信息里面 有这样的一封E-mail 就说明 他说过 当时 这个George Propose 我们是不是要和 那个川普 和那个普京 这种总统 或他们下面的高官联系 那我们这边 当时George的话 他向川普团队的一个高管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高管他得有个回复 就说呢 我们现在不能把高级别的人送出去 我们搞一个low level的官员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省 不要set signal 那你这样的一封函见 现在被媒体知道了 那也被我们Muller检察官 他们的办公室拿到了 那就有可能有这样顺藤摸瓜 找到这个当年回复邮件的 高级的团队的管理人员 然后在这之上 再往上摸 就像一个road map一样 看看到最后 这个road map到谁那边打指 有可能是川普总统 也有可能是不是 那就让这个facts 让这个事实来带着我们 而且这个人呢 特别有意思在哪呢 就是说这个人呢 是所有通俄门事件的 第一个敲门者 而且呢 他现在就像 他已经像 他已经认罪了 就说他希望是说 在未来的审判当中 他可能会以认罪来换取 这个作为污点证人 这样的话呢 起码他个人的刑罚 将会 诺宝都会免除 所以呢 他是一个出于自保了 但是现在他 由于他敲开了第一道门 推倒了第一块砖 所以现在后面引发出来的 目前媒体在Muller 这个三个人起诉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出来 就发现说 哎呦 现在起码已经烧到了 我们这个检查 检查 那个我们司法部长 这个蹭跡了 当然了 司法部长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前两天呢 已经接受了 国会情报委员会的一个听证 当然这个官门听证 并没有向媒体公开 这个官门听证 根据情报委员会 民主党议员的转述 看来我们这位 这个司法部长 还确实 好像还有一点 把柄被别人抓住了 到底是什么 会影响到什么 最主要 这个案件本身 就像刚才何律师讲的 能推到多高的层级 现在目前媒体有两个名字拿出来 大家是觉得有点 有点有意思 一个当然是我们的总检查长 也说我们的司法部长 Sesher 再一位 那就是我们总统的女婿 也是他的特别顾问 Kushner 现在到底两个人 有多大的这个情况 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可以直接和我们总统briefing的 甚至可以随便就可以直接见到我们总统的人 大家就说 这个事儿会不会一直燃烧 燃烧就会燃烧到我们总统 何律师 根据最新的这个媒体的报道 严格来讲就是这个我们总统最不喜欢的CNN 这个这个他们的报道 现在看来这件事情本身 关键就是说 这件事情 你到底知情不知情 现在看来 在这位的政策当中 他明确说了 我们的司法部长 当时也是我们总统竞选总部的 这个这个这个重要官员 他是知情的 可是在这之前 他曾经说 I don't know 已经燃烧到了司法部长 现在看司法部长知情也好 不知情也好 现在看来 It is a matter 不是像以前说的 可以过得去了 你怎么看 这个Jeff Session 我们的司法部部长 他其实从一开始 在这件事情上 他就是这个under scrutiny 就是对备受争议的 对 你看当时 川普总统脑袋一热 把我们的前任FBI的主任 Comey先生把他fire掉以后 就引起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地震 然后呢 这个Jeff Session 当然他这个 他也提到了Jeff Session 当时知情的 他没有对Comey进行采取保护 那Jeff Session呢 他知道这件事情 他也很恼火 他也要求了一个 就在进那个Comey之后 他也要求一个公开的一个听证会 在国会山上 来对Comey进行正面的反击 那次的听证 大家也是全国观众瞩目的 大家全国观众都听到了 他数次在否定 我这个我没有 对 我那个我不记得了 很多的这个Senator 在这个国会上都问他 你这个这次的会议 比如说那个Mayflower 这次会议 在这个川普塔尔上面的会议 你还记不记得 他都说我不记得了 我已经不记得了 我记不出来了 那好现在 当这些证据一点点 有白纸黑字的这个email 有证明 有很多的证人在证实 你确实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就发现 他这个是close the door close the door一个hearing 就是这个hearing 就不再公开了 对 这是这个情报委员会的 对 那这个说明本身 在这中间就有问题 而且是缺乏透明度的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管是他们最后 把Jeff Session 他的这个供词是公开 还是不公开 那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Jeff Session就可以让人感觉到 你没有把很多的情况 知情按照你应该做的 把它披露给大众 说实话 同时您刚刚谈到了这个 他的那个女婿 Kushner Kushner Kushner也曾经做过一次 关门的听证会 在国会山上 我记得当时他出来以后 他就对媒体 他当时有个这个 几页的这个statement 一个声明 说我 他是先发了声明 后座的这个听证 听证 对 那份声明上也是信誓旦旦 说我 我不知情 我该说的 我都说了 我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 然后这一次 突然之间 这个Muller 发了他的这个 第一个炮弹以后 马上两天之后 这个Kushner又向FBI 递交了上很多很多的文件 很多很多的email 那他们早先干嘛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个事 大家现在吵的另外一个事 大家发现说 在FIRE这个Komey的时候 好像Kushner扮演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角色 因为我们总统前后说词 有点不一致 一开始是他 你FIRE他应该是司法部长的事 你总统直接FIREFBI的director 一般不这么做了 你可以做 但一般不这么做 可是为什么这么做 大家也认为说 你是不是尊重了司法 和我们行政的中立 就是这里面 Kushner从目前看 显然 当然他一开始着正说 没错 我不否认我跟俄罗斯有交往 因为我生意 跟俄罗斯有生意来往 大家也可以理解 因为毕竟 他生意来往 也不是从2016年开始的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这一点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有没有conspiracy 或者说 Someth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Kushner会不会成为一个 我们总统 因为毕竟太近了 会不会总统的一个大麻烦 有可能的 就是看看我们 这个特别 那个consul 我们的那个special consul Muller 他能够拿到什么样的资料 虽然现在这些都已经 一点一点 就像那个剥洋葱一样的 一点一点见光 但是其实Muller本身 他也 他身上也后面 也有顶住了很多的压力 当然了 对 你看现在国会上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 尤其是共和党里面 要保川普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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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Muller 或者这样 要Muller 逼着Muller辞职 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响 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所以说 可以 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样 这样的一个池子下面 会有多少 那个暗流在基勇 有多少权 这种 interest 这种利益在争斗 在相互保护 所以我们就拭目以待 看看 看看这个调查 最后能够带我们到哪里 而且呢 当然Muller呢 不要忘了 Muller有一个特别的身份 因为呢 他是COME前的 前任的FBI Director 所以来讲 他也算是 知情人之一了 尽管他没有涉及到 这个大选里面 但是从按照法律来讲 我们总统是可以FIRE他的 总统现在可以 把这个特别检查委员会 可以换人的 但是呢 前任总统没这么做 原因就在于说 他可能一个觉得自己心事战胆 觉得他自己没问题 再一个就是说 因为你要FIREMuller 这可跟FIRECOME不一样 因为COME并没有针对你 可是Muller是针对你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有点刮田里下了 当然最核心的问题还不在这 最核心的问题现在就像刚才你讲的 现在在国会里面 对于总统当他创作 其实现在尤其是共和党内 支持他的人 现在是相对来讲是在增加的 因为毕竟 共和党想的是2018年 如果现在我们总统真出事了 如果现在拿出证据来了 现在国会要impeach总统 我们国会敢不敢 因为共和党是可以否决的 共和党占多数嘛 是你过不去的 但是共和党你敢不敢挡住 如果你挡了2018年 你还要不要选 我的问题就是说 现在Donald Trump这件事情 已经不是总统一个人的问题了 其实是牵扯到共和党本身的问题 对美国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个Donald Trump总统 让咱们司法行政 这个justice system do his work 让他自滑落 就是说这个水落实处 对 水落实处 让他自然的这样来控 到最后你不像去fire call me一样的 这样的去interrupt 这样的去阻止 这样的去公然的妨碍司法公正 尤其是针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特别調查的话 那你这个结果出来 如果是说川普总统没有被涉嫌 或者是涉嫌为了这种不大的 不是那种直接的这种涉嫌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川普总统 他应该就会平安地落地 不会有什么很大的问题 再加上现在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共和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保守派他们在支持川普总统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川普总统 个人的这种为人处使的方式 而是确实因为这个一个 一个政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的 而且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一系列政策 还是让这些人感到了某些满意了 对 然后他自己作为一个leader 他作为一个总统 他确实也是很强硬的 就像他当年竞选总统的 那个Randy一样 他说过 他虽然我不喜欢川普总统 他为人处事的风格 但是我可以看到 这次在这个tax reform 在这个税改方面的问题 他说这是我见过的 美国历史上最大胆 雷厉风行的总统之一 那这样的一个赞扬 出自于他当年的一个政治对手来说 那我这也说明 还是有一点点分量的 OK 这是一个 那反过来 如果我们Muller的调查 这个结果直接指证 川普总统确实有这个通俄门 且正做在这里 那这就是对真的 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一个它的这个基石的 一个巨大的讽刺和一个抨击 那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共和党还是要为了自己 那个政党的一些小利益 然后视而不见 或者是怎么样的 为它淌散的话 那我觉得从一个长期来说 对对共和党 他们在这个美国民众中的 这种威望 这种影响是很是很大的 是damage的 是非常有伤害性的 所以啊 政党政治的好处是在于说 大家可以各输几件 但是政党政治也有很多问题 就在于说 你今天是在野党 你明天可能是执政党 所以你今天在野党 说的话做的事 有可能明天 你执政以后 别人就会用你说的话 用你做的事 来针对你 所以啊 政党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不能 不光考虑 太近视了 当然这个次由于通俄门事件的调查 其实也引发了另外一个 大家现在突出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俄罗斯介入了美国的大选 现在根据媒体的报道 像Facebook 还有其他的这种 social media 就是社交网站 他们都收到过 来自俄罗斯 或者说间接来自俄罗斯的 大笔广告的费用 他们并不是直接来做 他们通过广告的形式 来宣扬某些观点 支持某些主张 来在选举中 来影响我们选民的权项 俄罗斯虽然从普京 到他的外长 到他的发言人 甚至到联合国这个大使 都断然否认 我们介入了美国大选 可是美国老百姓 虽然穆勒不是针对 俄罗斯介入不介入来做调查 但是美国老百姓是相信 俄罗斯介入了美国大选 这对美国政治会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的总统选举 这样的一个政策 你选出国家最重要的领导人 你连这个总统大选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和一个过程 都被外国的任何一个government 它能够左右或者是受影响的话 这是对美国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情况 你除非这个美国 你将来你要和俄罗斯联姻了 要结婚了 如果是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考量的话 那这种情况在以后的这个总统大选中 绝对应该百分之百避免 正因为这样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个人看 我个人观察到 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的共识都是一致的 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的外国的政府 对我们本国的这个总统 以及我们民主选举制度 有任何的这样的影响和左右 而且我们总统为了 不管他是自政清白 还是真是表达了愤怒 已经这个进一步祭出了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仅没有解除对俄罗斯制裁 反而是更加严厉的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不仅仅是对公司 现在连个人都已经受到了影响 不管是我们总统出于什么目的 但有一点我们总统想跟俄罗斯缓和关系 他这个目标是达不到了 显然他现在在普京的这个 因为2018年普京也要面临 要不要继续参选的问题 如果普京继续参选 那将普京将是 真的是长期执政的一位 这个铁腕强人了 但是呢 他现在三远不参选 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大的争议 你毕竟如果美国认定 俄罗斯介入了美国的选举 而且有意对某个候选人 进行一定的支持和打击的话 这对俄罗斯本身来讲 也还是一定的影响 休息一下